今天登场的是北部队带来一道老少节仪的醋溜木区 各位今天我们要回到北京做一道北京菜了 一说到北京菜很多人会想到宫廷菜 那就错了 今天我请到长丰宾馆的王少岗市里带来一道地道的老北京家常菜叫醋溜木区 提起这个醋溜木区基本上在北京是家喻户调 没错 因为这个是最早从王宫里学下来的这道菜 比较久远 在老北京这个菜的地位也非常的高 但是各位我告诉你 您别看就那么简单的食材做的这道流传了上百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醋溜木区 您要是做的不好 那就不是老北京 制作这道醋溜木区需要准备牛肉里肌 鸡蛋 葱姜蒜 醋 味精等 要想制作出地道的老北京味的醋溜木区 王师傅有四个诀窍要告诉您 好了 那我们首先处理肉 对 第一个那个诀窍的就是在切肉 这切肉太简单了 我个人在这方面很有心得 这叫横切牛羊 竖切鸡 对 看它讲起来头头是道 是吧 新鲜的里肌肉多漂亮 切多厚 比硬币要厚一点就可以了 不行了 奇妙 我在家里没这么菜过 这个就是咱们的刀走了 咱们在家里切 今天刚刚咱们的菜的第一个套门 牛肉咱们一定要几刀切 如果像刚才王老师走的这刀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家里如果要有黄油 咱们吃的黄油 黄油呢 往刀背上一磨 黄油 对 那切起来 那是不干刀 盖一个不打花 那要是没有黄油呢 没有的话 更简单的办法 可以用水 冲一下豆 真是大切世界无情 你看 一个简单的醋木 居然里面有那么多的诀窍 第一招你看 还有一个办法 咱们就是什么样 如果时间来得及 咱们把米子买回来以后 在冰箱里入冻上半个小时 这个我知道 冻锅的肉好切 正合适 好 我们把这个肉切好 接下来咱们第二个 本来翘膀的叫什么呢 腌制 把这个腌一片脂 腌制就是放点盐 放一点盐 料酒 料酒 这个是鸡蛋清 鸡蛋清 你拿一个腌积用力 非常的软嫩 划出来以后 一定要用鸡蛋清 不是用全蛋是吧 不是全蛋 蛋清 蛋清 全蛋的话 因为它没有这么嫩 再一个粉出来的盐气 对 抓一抓 抓一抓 再多一点垫 还要放垫 垫 也是提到一层保护 对 你看化妆品广告 正常这么多 锁住水分 对 所以这个工作就是锁住肉里边的水分 将来肉出来以后 它的口感会非常的软滑 对 一般咱们腌制需要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就放在旁边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回去看看电视聊聊天 姑娘 你还有工作要干 把鸡蛋挡了 鸡蛋 你给我 你给我一点有技术含量的好不好 这打鸡蛋太简单了 下面我这边 拿几个 还是做的 三个就可以了 三个 鸡蛋太容易了 我两分钟就能把它打好 那您就这么一直打 您就可以了 这个我要强调一下 这个第三个窍门是在打鸡蛋当中 我们打的当中 您不停地再重一个方向来打 我来加上一点水 一定要把水打进去 打匀 不是您等会 我这 我打的哪一战友算是个头 慢慢打吧 打得越匀越好 太待会匀了 我胳膊断了 这个为什么要加水呢 加水是为什么 咱们炒鸡蛋有什么 让它更加的嫩 因为咱们鸡蛋需要快炒 你知道吗 水在里头和蛋液融在一起 炒出来非常软 我先在这边 把牛肉片先划出来 你看看 想吃一道这个 想跟老师学习 吃一道名菜容易吗 各位 牛肉片呢 腌制好了现在 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 是用划水的办法 因为在酒油和饭店里头 我们做的时候 一般是用划油的办法 为了在家庭里制作呢 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营养呢 我们采取划水 我们俩谁是主持人啊 这个肉片呢 等水开了以后 颜色一旦油热 外表一发白 差不多了 可以捞出来了 可以了 鸡蛋也可以了 行了 可以了 很简单嘛 你再打三个吧 主要是 现在闻到牛肉的香味 对 你看看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是吗 打得非常勁 我得到一句表扬我荣力 鸡蛋其实是个很简单的活 但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炒的鸡蛋老或者成团 炒鸡蛋有什么诀窍吗 油温比也不要太高 也是您刚才说的 一定要快炒 也是四个诀窍之一 对 加一点水 要快速地翻炒 就让它出来非常的嫩 而且特别松散 快速翻炒 好 我现在理解了 为什么每次我在家里边做这个菜 炒出来的鸡蛋总是一团一团的 但是你看王师傅现在炒出来的 明显就是有那个 我们在饭店吃醋沫的时候 那个鸡蛋的 一片一片的 非常松散 非常松散 但是我发现您在炒鸡蛋的过程当中 除了刚才我打鸡蛋的时候放水 你还忘了放盐呢 咱们这个鸡蛋很常 咱们也不放 不是忘了放鸡蛋 故意这么说的 不是 就是要是它原味 就不要放盐 对 为什么不放盐呢 那就不嫩了 放了盐炒出来 这是刚才我们发好的牛肉 对 下面就可以炒了 醋沫啊 各位其实在家里边 如果想做的话 一定要留意今天所有王师傅的这些细节 姜末 对 有点姜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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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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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蒜 蒜蒜 炒香 炒香 炒香就不错 可以了 放鸡肉片 鸡肉片 鸡肉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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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八分熟了 八分熟了 所以接下来炒的过程一定要注意火火 要很快 对 都进行炒制了 王师傅的第四个诀窃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做这个传统的鸡肉片啊 一定要按部就弯起来 这就是第四个条件 调到那儿 让一个一个往里放 这直接往里放 不是我们最后放醋的时候 醋一定要最后放 因为醋呢 早放了 因为做以后 反回来的口水 咱们就做了 这样的话 我来给大家操作一下 原来 王师傅的第四个诀窃就是 调料放入的先后顺序 首先加入的是料酒和酱油 炒匀后放入鸡蛋 加少许的水淀粉和盐 最后加醋 翻炒均匀 关火之后 加香油和味精即可 一百多年的老北京的这个味道 飘香在我们整个眼博市里 今天非常感谢王师傅 向大家强力推荐 这道地道的老北京菜 醋溜木 哎呀 这鸡蛋挺酸呢 但是挺好吃 味道很好 营养也很合理 它既体现了牛肉的爽滑 又有鸡蛋的鲜嫩 味道非常好 明天的节目里边呢 我的同事任鲁豫 会带来一道大菜 天下粮仓 其实就是炒饭 不过简单的炒饭 不一样的手法 所以明天大家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今天特别感谢王师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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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